生命旋律 开录者国际传播协会制作 刘琪主持 耐心 约翰·魏斯里是18世纪英国著名的布导家 许多人都赞扬他在各方面的成就 不过大概很少人知道幕后的功臣是谁 那个人就是他的母亲 魏斯里的母亲一共有19个子女 他忙碌的情况自是不必形容了 但是这位母亲却非常地有耐心 有一天 他的丈夫都不得不对他说 我真是稀奇你的耐心怎么这么大 一件事情 你竟然能够向孩子们 讲上20遍都不嫌麻烦 魏斯里的母亲回答说 如果我只提了19遍就不再提了 以至于孩子们不能够领会 那么我岂不是把以前所提的功夫 都浪费了吗 他每天除了像这样不厌其烦地 向19个孩子一起施教之外 他还每天带一个孩子到密室里面去 母子两个人共同地向神祷告 有的时候他还要特别地对孩子们 个别讲道讲故事 今天对这个讲 明天对那个讲 轮流地给每个子女有树林的教育 后来在这19个孩子当中 出了两位世界驰名的步道家 就是 约翰·卫斯里和他的兄弟查理·卫斯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卫斯里的母亲 有这么大的耐心 的确是让人佩服 她照顾这么多的子女 一点都不嫌烦 她真是把他们当作是 神给她的宝贵产业 好好的经营着 等待他们成长结果 她的故事帮助我反省道 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失去耐心呢 主要的是因为我们认为 自己所做的已经够多了 因此如果要求再多做一点 那就受不了了 卫斯里的母亲对同一件事情 要提醒20次都不嫌多 对同一个教训 要个别教导19个子女 也不嫌烦 我觉得多半的人都办不到 包括我自己在内 比如说 有个人来问我一件事情 我第一次会愿意详细地说明 第二次再来问 我可能就会减少一点内容 不过会加上一句责备的话说 我上次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 如果对方第三次第四次再来问 很可能我就会叫他去问别人了 因为我已经懒得再说了 缺乏耐心确实是一般人的痛病 所以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之后 神最要改变他的性情之一 就是要叫他有耐心 在耶稣的十二位使徒当中 彼得是最心直口快的人 他的反应快 果然是引出了主耶稣的许多宝贵的教训 不过在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可以猜想得到 他跟别的弟兄之间 会时常地发生口舌之争 大概彼得不仅常常得罪人 而且他自己也常常被人伤害 因此有一天 彼得就去请教耶稣 有关饶恕人的问题 彼得问耶稣说 主啊 我的弟兄得罪我 我该饶恕他几次呢 七次够吗 彼得说七次够吗 这是有道理的 因为在他看来 如果他饶恕同一个人 七次之多 已经比平常人宽宏大量了 为什么呢 根据犹太拉比的教训 饶恕别人的次数是三次 比如有位名叫约氏的拉比说 若有一个人犯了一次罪 人家可以饶恕他 他若犯第二次 人们还是饶恕他 他若犯第三次 别人还是可以饶恕他 第四次 人们就不再饶恕了 所以求林氏的饶恕 不可超过三次 彼得根据这个标准 认为他已经相当不错了 因为他把拉比 所教训的三次 增加了一倍 又大方地再加上一次 一共是七次 这应该是相当够了吧 或许他还指望 耶稣会对他所提供的建议 表示赞赏呢 但是 主耶稣却出乎意料之外地 回答他说 不是七次 而是七十个七次 那个意思就是说 要无限量地饶恕得罪你的人 这就是基督徒的耐心 永远都不认为自己已经做得够了 而且愿意为别人无限量地付出 有一位做生意的基督徒 他觉得自己最缺乏的就是耐心 因为他很容易发脾气 实在是让他觉得好难过 于是他就开始向神祷告 求神使他对人有耐心 不久之后 他请了一位新的打字员 来帮忙他处理文件 谁知道这位打字员的动作 非常的缓慢 他这辈子都没见过 也没听过这么慢的人 急得他都快发疯了 有一天 圣灵就提醒他说 你不是向神求耐心吗 神就是透过这个环境 来培养你的耐心 当他明白这是神在垂听他的祷告时 他就开始学习忍耐了 我想我们每个人 培养耐心的过程 大概都跟这位基督徒差不多 神似乎是故意在我们四周围 放一些跟我们性情不相同 甚至是性情互相冲突的人 为的是磨练我们的耐心 我们通常的做法是 孰可忍孰不可忍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妙的是你逃过来逃过去 好像还是跟这种人最有缘分 真是感谢神 他没有放过我们 因为他盼望把难得的耐心赐给我们 使我们能够因为有耐心 而真正享受到各种人际关系的好处 除了是否接纳别人 会影响到我们的耐心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 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耐心 那就是有没有给自己的心情 留一点活动的空间 哈佛大学的教务长 伯利格士是很受大家敬爱的人物 不过为他写传记的作者说 从来没有人会像他那样 因为心里面过度紧张而受苦 当每天工作结束的时候 他都要为自己做过 而没有做好的事情烦恼痛苦 有时候工作实在太多了 他的心情就难免烦躁不安 因此他常常会跟别人吹胡子瞪眼 一些芝麻绿豆无关紧要的小事情 也会弄得他筋疲力竭 所以每天黄昏之后 原本可以停下来休息的 他却还在那儿折磨自己 我想生活在这么繁忙 这么讲求效率的时代里的人 可能比较容易忽略了自己的心情 没有给他足够的活动空间 让他可以舒舒服服地休息一下 人也就因此比较缺乏耐心 有句英国的格言说 最后的一根麦杆 能够压垮骆驼的背 那个意思就是说 麦杆原来是很轻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在骆驼的背上 堆积了一大堆的麦杆 已经超过了骆驼再富的限度 那么即使再多加一根麦杆的重量 也会把骆驼给压垮 所以当一个人心情烦闷不安的时候 即使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情 也会让他失去了耐心 因为这就是他的最后一根麦杆 所以啊朋友 我们要好好地照顾自己的心情 别让他负荷过重哦 他平静入海 只熄熊的小时 永浪潮 他亲自谱写 妆里有美月曲 他点亮星星 山遥游万天际 他看古堡手 苍野无愁寂寞 他人比全天 无计同言祈祷 神心或罪人 他斗了一厢情 随我们生活 时常令他丧心 他还是说 我 在圣经耶利米哀歌第三章里面 有一段关于耐心的经文 我想根据现代中文译本念出来 就当作我们的祷告 神啊 寻求你 信靠你的人 你就施恩给他们 因此我们应该 我们应该仰望你 耐心地等候 你的救恩 我们应该在年轻的时候 学习背负 耐心的恶 主 满有仁慈 不会长久拒绝我们 主 虽然使我们忧愁 但对我们的爱 却是坚定不移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300日 6 � 5 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